第二天一早,蓝启仁刚让门生去莲花屋递了拜帖,就带人去了莲花屋。蓝先生,风里凶,有失远迎,失敬失敬。 莲花屋外,江丰眠急急忙忙带着门生走出莲花屋的大门,脸色不大好看,大家里面请。 江宗主有礼,是我们叨扰了。蓝启仁虽然气得要死,但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难。 事件堂,众人分兵主落座,还没等江丰眠开口说话,一个穿着紫色校服的女子走了进来。 今天这是怎么了?蓝家人,竟然到我莲花屋来了。 于紫渊嘲讽的声音响起。 于夫人,我们可是按规矩递了拜帖的,江宗主可没有拒绝我们的到来,怎么? 你不知道吗? 你?蓝风里,蓝启仁都没说话呢?有你什么事? 我家二哥前几日感染了风寒,嗓子哑了,所以今天的室友我负责。 蓝风里面不改色地睁眼说瞎话,刚刚在大门外,在场的除了于紫渊可是都听到蓝启仁说话了。 既然如此,那他来干什么?你一个人过来就行了。 那可不行,我大哥闭关,二哥可是我蓝家的主事人,为表尊重,怎么都是要跑这一趟的? 虽然他是真的不想来。 你什么意思?我这莲花屋还委屈你了不成。 委屈自然是不委屈的,你们莲花屋多尊贵啊,客卿在这里都只能当家仆。 你们,你们到底来干嘛的?江宗主,这莲花屋你能做主吗?还是说于夫人就全权做主了。 风里兄说笑了,这莲花屋可是姓姜,姜某人自然能做主。姜丰眠的脸色僵了僵。 那就好,先敢问江宗主,对于云梦周边关于魏常泽夫妇的那些谣言你可知。 这个,略有耳闻,那谣言可是属实。 自然不是,谣言就是谣言,怎么能当真呢? 什么谣言?藏色那件人敢做不敢当吗? 于紫渊看江风年都到这时候了还在维护藏色,眼睛都红了。 三娘子,你闭嘴。 怎么了?你心虚了? 我,呜呜,于紫渊说得兴起,却不知被谁施了尽严树,整张脸通红。 蓝先生,这个,三娘子她不是故意的,她只是,只是喜欢给自己找个情敌是吗? 这个,这个,江宗主,先不说藏色散人的性情不会那么做。 你身为一宗之主,知道谣言却不加以制止,是在告诉世人,你认可那些谣言的真实性吗? 我,扑,本就是真的。 难道她为常则不是我江家家仆吗? 于紫渊强行破开了禁言术,我们还没追究她叛逃之罪呢? 你们倒是上门来,替她打抱不平了,魏兄可有卖身于你江家。 她从小就在莲花屋长大,给她吃,给她穿,给她功法,培养她,她不思回报,反而脱离了莲花屋,这不是背叛是什么? 我只是问,你们莲花屋可有魏兄的卖身器,没有又怎么样? 她为常则欠江家的永远还不清。 她,呜呜,于紫渊又一次被禁言。 江宗主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没有,常则她的我的兄弟,我们一起长大,情同手足。 三娘子不知道具体情况,她乱说的。 但是现在看来,于夫人是容不下魏兄的,如今他们为了除碎而牺牲,莲花屋不但不作为, 还任由谣言伤人,想必更不可能给他们立杯造墓了。 而魏兄和藏色散人曾在我蓝室听学,也算是蓝室半个门声。 所以,还请江宗主可以将魏兄留在莲花屋的东西交由我蓝家, 好让他们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 蓝风里从没见过如此不要脸之人,如今也不想再跟他们多说, 只想拿了东西就走。 这个,还是说,对于离开你江家之人, 他们的东西都不该再出现在莲花屋。 怎么会?东西自然是在的,不过,扑,那些破烂早都被我扔在柴房了, 你们要就自己去找吧。 那些东西,当柴烧,我都怕做出来的东西吃了闹肚子呢。 那些东西,魏常泽他们前脚离开莲花屋, 后脚就被于紫渊分夫人扔了,连他的房间都叫人拆了。 多谢江宗主成全。 蓝风里说完,一行人再也坐不住,跟着江家门声向着柴房而去。 江里面满是灰尘的东西,全都用乾坤带装走,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,连个招呼都懒得打了。 云身不知处,拦起人一行人,还没下飞溅, 远远就看到站在山门处的两道身影, 全身上下落满了雪花,都快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了。 阿英、阿湛,你们怎么在这? 这是等了多久啊? 这么冷的天,哪怕结单了,也不能乱来啊。 拦起人跳下飞溅,冲到两人面前, 一挥手将两人身上的雪花扫去, 又抓起两人的手往他们体内输入灵力。 义父,我没事,我阿爹的东西拿到了吗? 傻孩子,拿到了,我们先进去,东西有点乱,要好好理一理。 好,蓝湛,我们快走。 卫英拉着蓝湛走在蓝起人身后。 好,你怎么样?冷不冷? 都说了我一个人等就行了,你非要陪我,动着了怎么办? 没事,我想陪你。 蓝湛,你真好。 蓝起人第一次看卫英笑得那么开怀, 觉得果然还是孩子之间更容易相处。 卫英来了之后,就连蓝湛也开朗了很多。 还是松风水月,蓝青横几人都在, 这次蓝风里也跟着过来了, 所有人都在听他说这次在云梦的所见所闻。 大哥,依我看,以后浙江家还是少接触得好。 风里,这次辛苦你了,多谢武叔。 卫英上前功身一礼。 一家人,谢什么谢? 二哥,你快把东西拿出来,我们好好整理一下, 与紫渊那个恶毒的女人, 还不知道她有没有把长泽兄的东西弄坏呢? 蓝起人打开乾坤带, 所有人蹲下身来仔细检查了一下, 还好,除了不亦保存的书籍笔记之外,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破损。 木剑、铁剑、纸鸳、练习用的弓箭, 都是一些小孩子的东西, 或许也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才能得以保存下来吧。 但是看得出来, 魏长泽江他们保存得很好, 他应该很怀念那些日子, 还想回到过去吧。 艾英,你收起来吧, 到了后天将他们一起放进去。 这天, 连下了好几天的雪终于停了, 云身不知处后山, 蓝青横, 蓝起人站在那里, 几个小辈则跪在墓碑前, 几只青香升起鸟鸟青烟, 又被寒风吹散。 阿爹阿娘, 你们在天之灵可是看到了, 阿英现在过得很好, 云身不知处的每个人都对我很好, 你们也不用再跟着阿英到处跑了, 这几年是不是很辛苦?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, 你们可不能嫌我烦哦。 长泽兄, 还有藏色, 我已经决定收阿英当义子, 并且入我蓝氏族谱, 你们放心吧, 他以后会是我姑苏蓝氏的嫡系三公子, 有我在, 不会让人欺负他的。 阿爹阿娘, 你们听到了没? 阿英真的很幸福, 是不是? 当然了, 你们不用怕阿英会无聊, 你们看到没? 蓝湛很好的, 我做什么他都会陪着我。 蓝湛, 你跟我阿爹阿娘说说话。 魏前辈, 藏色前辈, 我是蓝湛, 魏英很好, 我会保护他的。 蓝湛郑重其事地说道, 蓝湛你真是的。 阿爹阿娘, 你们不要嫌弃他哦, 蓝湛就是这样的, 不会说话, 但是他真的很照顾我。 之后, 蓝湛横几人离开, 蓝湛陪着魏英在这里待了一天, 魏英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话, 哪怕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